新逛三月中港店 週日無預警閉館 環保人員大動作傾銷 因為彰化有確診者 曾到這裡逛街購物 二十多歲 那七二八二發病 後來先去開業醫看診 然後轉診到醫院去做採檢 CT指你看十四 所以病毒量是很高 七號下午三點到四點 他先到五樓 扣取男士專賣店消費 接著再到點點心瓦城外帶餐點 在十樓停留一個小時 最後到十一樓美食街 買完庫盛石冰淇淋才離開 大逛百貨將近四小時 他們有一個年輕人社交活動的傳染鏈 那這裡面有一些跨縣市的年輕人在互動 那有一些甚至跟之前有一些 公布確診的各樣足跡有重疊 二十多歲年輕人家住彰化 工作也在彰化 卻會在休假時 北上台中逛百貨公司 衛生局發現 這是一個年輕族群的傳播鏈 懷疑因為參加跨縣市社交活動而染疫 至少涉及到兩三個縣市的一個 同樣的年齡層 他們有一些社交的 下班之後的社交活動 我們還在離境 大約多少人 現在不確定 除此之外 他在十號下午兩點十分到四十分之間 到過鹿港北投中藝廟 衛生局提醒民眾 如果足跡重疊 一定要自行前往快篩 不過初步排除是宗教活動 衛生局說他雖然是獨居 但朋友眾多匡列多少人 感染源來自哪還在疫調當中 記者承受林佳慶李雲杰彰化報導 記者承受林佳慶李雲杰彼 記者承受林佳慶李雲 評論在臨時承受林佳慶 記者承受林佳慶 記者承受林佳慶 感谢观看